后悔没有去住龙佳乐 在这里昨天晚上翻来覆去 睡了好久才睡着 早上又被冷醒了 太冷了 我要去买电热毯 磨蹭好久都不想起床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在龙佳乐 隔壁屋打呼噜 我也睡不好 最担心早上洗脸刷牙了 我在想要补我烧热水 这些东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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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把这个下雪路面开完了 我到凤杰是100公里显示2小时 到凤杰去买电热毯 怕后面又突然遇到这种冷的天 就完蛋了 早到酒店了 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个酒店127还不错 我在弄我的炙热饭 没时间出去吃了 因为我每天要发作业 现在11点34了 要离开我这温暖的房间了 要开始收这些东西 充满了 充满了 我的店员也充满了 今天外面是这样子的 雾气笼罩着 本来还想着去三峡之巅的 今天就算了 昨天到了这个酒店 就匆忙的开始剪视频 我的衣服都没换 今天打算在外面吃 就不用自己煮了 这是县城 昨天前天把我冷产了两天 我回到车上刚把衣服换了 发现下雨了 这雨不算太大 但是还是有点冷 看我还是穿得很厚 是这样子的毛毛细雨 现在要去找个地方 我刚刚吃午饭了 这三层了 找个停车位都好难 还那么的陡 终于找到个好位置了 在这个桥下面 晚上下雨都不会听到嘀嘀哒哒哒的响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 走那个坡 我觉得比我去令牌石的山路还懂 还有一些地方停车太难找了 他们停车都停在很陡的坡上 这上面有条步行街 三十二元 三十二元好多 买了电热盘 现在要去找我的面包车 这天冷瘦瘦的 冷瘦瘦的 哇 这里面就是好不淋雨 但是我想着车尾一打开后面吹风 回到我的面包车里了 刚刚在超市买了西红柿还有电热毯 这样子的话外面下雨刮风 今天晚上就不冷了 这个门可以打开 一到下雨天 我就只能躲在车里面了 这下雨天就不冷了 这下雨天就不冷了 我的床刚好铺上 一米一乘一米六 朝这边 我的电热毯就这样铺好了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毯子 如果垫在这个下面的话 这个又太厚了 不用毯子也将就 反正也不是天天用电热毯 我最近要解肥 因为我还想着去潜水 潜水要穿泳装 太肥了就太难看了 所以最近把这个放水果吃 火泡咖啡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把水烧开了 泡在这个壶里面 两分钟就可以喝了 不用加牛奶 加牛奶的话 就会更麻烦一点 这样捧着特别暖和 然后看着外面 虽然说外面不是很美的风景 但是空气特别好 今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下雨也不怕了 不会滴滴答答 如果我这面包车停在那种露天的话 下雨的话 就真的是 太猛了 因为这个太近了 没在撇皮 一杯酷咖啡 在这里找一下音乐 很多人都在说我视频的音乐 该换了 对 我现在来换一下我的音乐 我的音乐真的是 太久都没有换过了 插着我 我一拉 我一拉 我的天啊 その 我的天啊 我一拉 连你 我一拉 我一拉 whenever我一拉 剪视频就坐在我这个自改房车里面 只是我这个有点苦 吃的苦中苦 放为人上人 喝的苦中苦也差不多 来咖啡敬大家一下 谢谢收看 记得点赞 今天吹风下雨 这个视频就只能这样了 明天我就要去汉奎门了 我的旅行就是这样走停停 你看天气计划 我的行程就不断的变化变化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